最近听说麻省理工学院的学生研究出一种环形螺旋桨 传说它具有低噪音和高效率的特点 可使机箱静音省电温度更低 这引得不少网友打算防治 所以本期我们就来讨论环形螺旋桨的来龙去脉 由于麻省理工的学生一般以打游戏为主 但机箱风扇的噪音影响心情 于是有学生想到 风扇叶片就像直升机悬翼 上下一面的气压叉会推动空气绕过叶尖向上流动 形成叶尖窝流 分离后又和后面的叶片相撞 导致悬翼发出较大的气流拍打声 同时窝流又带动周围的空气在上一面形成下洗气流 使实际气流的来向后偏 导致声力也跟着后偏 在蒋叶旋转面上产生更大的分离 而这部分额外增加的阻力 是因蒋尖窝流诱导产生的 所以叫诱导阻力 因此蒋尖窝流增大了悬翼的噪音和虚用功率 同理如果能想办法减轻风扇叶片的夜间窝流 当然能让风扇噪音减小并更省电 而方法是现成的 早在几十年前 苏联的纳鲁舍维奇MK1试验机就采用火源的封闭机翼 来减弱翼间窝流制造的诱导阻力 使机翼的生足笔和飞机的燃油效率提高 因此学生们用3D打印机 先打出三个拼接的圆环 继续向上打印时 让截面不断绕中轴旋转 形成环形扇叶 装进风扇框架进行烟雾测试 发现噪音并没有明显减小 而且欢气速度还不如普通风扇 再把这种环形螺旋桨装在四轴上 发现悬疑噪音有尖锐变得低沉了一些 但悬停时间也不如普通两叶桨 这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机箱风扇都有个圆形的内壁 叶间窝流本来就被内壁阻隔了 因此换上环形叶片 也不能显著减弱噪音和阻力 另外 普通叶片为了适应随半径改变的线速度 截面的银角需要扭转过度 才能让整个叶片具有较高效率 由于打印的环形叶片 割出截面的银角相等 这样内圈的银角合适时 外圈就会因气流分离而失效 如果外圈银角合适 则内圈会因银角太小而失效 所以该叶片效率低下 装在飞行器上的效率损失 要大于普通螺旋桨的涡流 所带来的效率损失 所以除了耐炸并没有什么优点 当然环形叶片也不是麻省理工的学生 自行研究的 它们是从快艇上搬运来的 这种环形螺旋桨 相当于把普通三叶全进桨的宽弦叶片 换成上下两层相接的环形叶片 并且截面有精确的弓角变化 保证了叶片效率 由于叶片弦长变短 后圆的逆压梯度降低 推迟了水流分离 因此该叶片可用银角更大 同时桨间窝流更微弱 使优导阻力更小 因此相同的功率驱动时 环形螺旋桨比同规格的三叶桨 转速更高 处力更大 而相同航速下 带动环形螺旋桨的发动机会更省油 可见把快艇螺旋桨搬运到电脑机箱时 由于设计失误 导致其还不如普通风扇 因此麻省理工研发的这款风扇 也可以叫做MIT风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